問題首輯 有些再瘋狂的同學真的會試爬的女人腳 很危險大家不要學習 但我真的見過有人爬上去後有沒有學習 大家也說女人腳指住那間房屋是好的 桃花湃會特別旺 當時沒有網絡的年代 其實我們連手提電話也沒有 當時我最記得的一件事 如果你在走走廊會有一個特別的場景 就是走廊一邊會有一群學生在排隊 或者坐在地上拿著屋士 因為要打電話回家 每人只會走十分鐘 過了十二點鐘 宿舍會關了正面 有些人會選擇在洗衣房 進去浪山的地方 到門就深刻無數 就可以進去 進去之後 就經過旁邊的一棵牆 一棵牆爬上一樓的三人房 因為我知道我住在一樓三人房 他們就會敲我們的窗 因為他們已經爬到上去的位置 會進去 我們就會開窗 除了旁邊網 就讓他們進來 第一次是大家玩通頂 在房間裡 我忘記有沒有喝酒 大家就玩通頂 玩遊戲 有人輸了 就說 我們入敷外面的一條斜路 叫梳斜 就是超斜 然後就躺下 躺下去 輸了幾個人 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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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躺下去 回到睡覺 踩夜車 以前大學站 有一間單車店 那些單車店可以租過夜 晚上就會踩出去 踩完後就會去大埔喝早茶 讀麥克風的女生都很珍貴 真的少的 我知道男生會出去 那隻狗很特別 第一,牠是自來 牠很乖 所有人放學回來 摸牠 或者跟牠玩 但是牠有一個很奇特的習慣 就是一有校巴來的時候 牠就追了校巴 所以大家由雙手雙腳去訓練牠 牠就開始沒有那麼緊張 最印象深刻就是 有個叫淑芬姐的姐姐 牠現在都還在做 牠是很好的 經常都做食物給宿生吃 有時候我們就可能 睡醒 本來打算去餐廳煮食物 就看到餐廳就有一碟食物 可能在年糕 或者糕點 牠就會有一張小紙 很甜蜜 就說你們歡迎自己可以吃 所以我們印象很深刻 你說到這個煙燒吸器 我記得是經常都不明白 我記得試過有宿生 不知為何要用風筒來吹乾那隻蜜蜜 然後吹乾了一隻蜜蜜 然後就響 早上很早的時間會不明白 然後知不知道 川普幫人發聲 沒錯 我在香港見過最美的日出 是在國宿天台10樓 我當時是Woody和黃鴻教授 因為我是有上宿生會的關係 所以跟兩位社監會多一點接觸 我們通常搞活動之類都會邀請他們來做嘉賓 即是搞主食比賽 他們兩個其中一個就會幫忙做評判 吃一些很服的食物 因為首先屬生會準備一些食材 現在會很奇怪 然後那群屬生處理的方法都會很奇怪 所以Woody都吃了很多年 一年一度 吃了很多年的豬肉 最初三年的同房 其實都是我中學同學 都很多時候有見面 其實很開心 跟自己朋友一起住 第四年的時候 當時我抽籤 他讀BBA 生活節奏很不同 不過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見識了 平時跟同學同學 和同學同學 其實原來世界是這樣 當年七樓的Tilter 就是蘇惟文教室 他打蛇很認真 所以我們就要經常跟他互動 而且他是雷厲風行 一出完全驚訝 我覺得這裡好像一個家 全部人隔起來就去餐廳開飯 那些都是很美好的回憶 如果沒有住宿勢就沒有這些生活 我覺得簡直就是一個人生的寫照 我覺得是慢慢你就會測試到自己 哪段時間做事會比較專業 你怎樣留意 但你亦都想社交 即是怎樣去努力自己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測試 不會不停 會不會 不會 對 這次文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